10月20日,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开。 当晚,由39位中外专家层层筛选出的15项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 在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发布。 这15项创新成果涵盖了经过权威机构认定的基础理论类成果、 前沿科技类成果、先进产品类成果、创新商业模式及综合类成果。 其中,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尤为引人关注。 由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研发的世界首款 易购融合类脑计算芯片,把脑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两种方法 凝结在一个架构下。 像人一样可以探测、感知、过障、避障、语音理解 还有能够自动控制 那么呢,这就实现了一个像脑一样的通用智能的一个雏形 这个技术呢,可以很容易地被应用到像无人驾驶 像无人机、智能、机器人这样的应用 同时呢,它也可以为互联盟产业提供高算力、低延迟 高计算力的这样的计算技术和系统 除了将脑科学运用于人工智能 微软通过对话式人工智能 让计算机可以处理多个话题和多轮转合的对话 此次入选的统一自然语言预训练模型 与机器阅读理解代表了微软在机器阅读理解 对话式人工智能和翻译领域所取得的重大科技突破 据了解,2019年6月以来 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收到来自中国、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瑞典、俄罗斯等国家申报的 数百项互联网科研成果 经过推荐委员会委员的投票选举 得票最高的领先科技成果才能登上舞台向全球发布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